7月22号,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一社区里,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60名骨干医务人员,正在社区进行核酸检测工作。 同时,乌鲁木齐市组建了由自治区市区医疗机构共同组成的采样工作队, 共抽调6600名采样人员,组成300余个小组开展核酸检测工作。 国家卫健委组建十支核酸检测医疗队,携带53台检测设备,与当地医护人员混合编组,共同开展核酸检测工作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陆成介绍,多方力量汇集乌鲁木齐,力保居民安全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大全介绍, 根据工作安排,院方成立了采集组、院感组、保障组和检测质量组。 以采集组为例,每三人一组分别负责采集、登记、辅助、实现相互配合,20个小组共同开展工作。 一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,根据它这个每一个小区多少,以及那个复理膜有关系。 我们医院每天的核酸的检测量,左右最初的一天不到一半,现在已经一天可以检测到三到四万。 截至7月19号,乌鲁木齐市已对集中医学观察人员和重点人员完成核酸检测工作。 目前,正在对乌鲁木齐市各区线进行逐个检测。 天山区已经结束,沙伊巴克区正在全面铺开,其他区线正在进行检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所有人员检测均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为有效降低疫情扩散风险,乌鲁木齐市按照应检测检,愿检测检的原则,在短时间内做好居民的防疫检测工作。 医护人员进社区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因人员流动导致的交叉感染,更可以保障检验结果的快速与准确。 另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,7月21号零时至7月21号24时,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例,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,均在乌鲁木齐市。 截至7月21号24时,新增现有确诊病例64例,乌鲁木齐市62例,喀什地区1例,兵团1例,现有无症状感染者69例,均在乌鲁木齐市,上有316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。